一项重要的职业运动就是直篮SBL第七个球季 1月9号即将在苗里开打 虽然今年少了陈信安跟林志杰等几位看板球员 对票房将是一大挑战 但是有洋将的加入使得各队的战力更平均 球赛应该会比以前更精彩 我们SBL超级篮球联赛正式开打 第七季SBL赛事正式起跑 虽然在开赛前 SBL一度因为转过全力金 和球团闹分家等问题吵得贝贝洋洋 但在提委会出一面协调 又补助各球团100万元 才让SBL顺利开打 不过今年少了陈信安和林志杰等明星球员 对SBL票房将是一大冲击 我们好的台湾好的球员外游到对岸去 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台湾的那个是个损失 因为毕竟那么好的人才 你没有办法留住在台湾的话 其实真的你对球赛的精彩度真的影响很大 还有票房 中国直篮寄出高薪大力挖角 导致SBL球员纷纷出走 这恐怕将成为未来篮谈不可避免的趋势 就是先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术 跟一些水准之后 再想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 去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打 打他们那边的比赛 对你给他5万10万的薪水 对岸给他50万 那你说他会去哪里 那你又本身篮鞋要没有一个约束力的话 没有一个约束他们的一个行动的话 那当然我很讲不出三年 所有的那个SBL的好圈都不见了 不过今年SBL全面开放洋政加入 让各队补强战力 提升球赛精彩度和可看性 希望借此弥补流失几位本土球员的票房 而1月9号开幕阵将由台皮和达兴率先对战 接下来吴家报 代表报道